现年53岁的港姐梁佩胡 八年前嫁给了内蒙古富商郭云飞 这些年在内蒙古尊享阔泰生活 婚后夫妻俩的感情很好 就是夫唱夫随 梁佩胡虽然已经退圈 但是与香港娱乐圈内的人士依然有往来 所以经常会现身香港出席活动 聚会 早前好友黄柏铭举办开心鬼系列40周年 梁佩胡就现身了 她的丈夫全程相伴 可见两人很恩爱 每年的4月底是梁佩胡的结婚纪念日 夫妻俩总是不忘举办派对庆祝一番 结婚八周年也不例外 梁佩胡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在内蒙古的豪宅庆祝的照片 相当热闹 尽管是在家中庆祝 但是布置的还是有模有样 应该说豪宅足够宽敞 所以可以进行各种有心思的布置 在大门入口处摆放了一个 由粉色与白色气球组成的新型气球裙 旁边还立了一块粉色的圆排 上面贴了梁佩胡与丈夫的亲密合照 中间还有夫妻俩的素描简化肖像 下面写上了 八周年快乐 始于初见 始于终老 的字句 仅仅是这个区域就布置的极具氛围感 实际上 这也不是大型的庆祝派对 邀请的只是亲友 只不过仪式感很强 梁佩胡与丈夫盛情款待亲友 准备各类名酒 包括茅台就有两瓶 还有精心准备的蛋糕 对于梁佩胡来说 与丈夫庆祝结婚八周年 最开心的就是亲友都能在场 尤其是养子对自己的认可 郭云飞是二婚 与前妻育有一个儿子 离婚后 孩子应该是随父亲生活 郭云飞与梁佩胡重新组建家庭 梁佩胡就变成了继母 而与继子的相处是一门学问 毕竟对方未必会认可自己 不过从这八年的相处来看 郭云飞的儿子已经认定了梁佩胡 还称呼他为妈妈 如今夫妻俩结婚八周年 妻子特地买了一束黄色的玫瑰 还附上了一张卡片 上面写着 祝爸爸和Bell妈妈结婚纪念日快乐 收到这张卡片与花束 梁佩胡比收到什么都快乐 所以他把妻子送来的花语卡帕拍成照片 并且第一张晒出的就是这张照片 除了晒花晒卡片 梁佩胡还晒出了一家三口的合照 合照中梁佩胡与丈夫站两边 让妻子站在中间 三人一起捧着花 整个画面相当幸福 而在家中举办的派对中 梁佩胡的妻子也在场 一家三口在新型的气球前 比新合照 当然少不了的 还有梁佩胡与丈夫一起摆出新的造型的合照 以及喝娇杯酒的照片 总之 梁佩胡展现出的就是 如今生活幸福美满的一面 尽管结婚也就八年 但这感情看起来更像是几十年的夫妻感情 梁佩胡与郭云飞的相识 其实还挺意外的 两人本来毫无交集 在不同的地方活跃 根本就没有机会认识 巧合的是 梁佩胡多年前在加拿大出席了朋友儿子的婚礼 当时在场的宾客就偷拍了几张梁佩胡的照片 想要撮合两人 结果郭云飞当时根本看不上梁佩胡 觉得梁佩胡浓妆艳媚 他才不喜欢这样的女生 缘分的巧妙就在于 两人后来竟然在深圳高尔夫球场相识 就这么发展成为了情侣 最终在2016年4月底结成了夫妻 当时婚礼办得相当盛大 不过婚后两人没有再生育 郭云飞已经有了儿子 也就无所谓 梁佩胡年纪也不小了 也不适合生育 而且有了妓子 她将妓子视为亲生子照顾 回头来说梁佩胡 她是1989年港姐的妓君 与陈法荣诸捷夷为同一届港姐 就颜值来说 她并不比当年的冠军陈法荣差 而如今的保养更不用说 底子好 气质佳 随便打扮一番 就是一个大美人 梁佩胡在选了港姐之后 就顺势加入TVB发展 一度获得力捧 拍过不少的剧集 高产是在1992年 不过并没有成功出圈 在娱乐圈 臣服了一番之后就淡出了 重返校园 先后拿下了香港大学的文凭 伦敦大学法律系学士 后来还转型 成为了作家 事实上 梁佩胡也承认 不适合在娱乐圈发展 因为心直口快 容易得罪不相识的人 她与同届港姐冠军陈法荣 关系就很一般 倒是与朱洁怡关系不错 不过 她在香港圈内 还是有很多好友 郑一剑 吴婉芳 李克勤 都是她的结义好友 也称得上人卖广 近期 一则令人感动的消息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原来是前港姐梁佩胡 与富商老公郭云飞 结婚八周年 这位港姐在结婚纪念日当天 晒出了庆祝的照片 照片中 不仅有自己与老公幸福的合影 还有妻子送来的玫瑰花 看起来非常的幸福美满 梁佩胡与丈夫郭云飞 携手步入婚姻殿堂 已足足八年 自这位香港小姐下嫁内蒙古富豪以来 她的生活便添上了富态的光环 夫妻二人的感情始终稳固而温馨 日常相处满在甜蜜 尤其在每个结婚纪念日来临之际 他们必定倾心操办 隆重庆祝 不让这个特殊日子频繁度过 因此 梁佩胡选择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这份喜悦 晒出纪念日庆祝的瞬间 字里行间洋溢着她的幸福与满足 想当年梁佩胡可是一位大美女 当初参加港姐的时候 就凭借着自己出众的颜值与气质 成功地脱颖而出 最终获得了三甲的好成绩 可以说在当时的娱乐圈当中 她的知名度还是相当高的 后来梁佩胡也顺利地加入了TVB 成为一名艺人 拍摄了不少的影视作品 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不过由于各种原因 她并没有能够真正地出圈 之后的发展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最终还是选择了退出娱乐圈 过上了自己平静的生活 不过尽管梁佩胡已经退圈多年 但是她与娱乐圈当中的人 还是有着一定的交情的 所以每当有一些活动 或者是聚会的时候 她都会积极地参加 与大家进行交流 而且还可以结识不少的新朋友 也算是丰富了自己的生活 前段时间 好友黄百明就举办了 开心鬼系列电影的40周年活动 梁佩胡就收到了邀请函 当然她也很开心地参加了这次活动 并且还带上了自己的老公出席 可以看到 照片当中的她依然保养得相当不错 虽然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 却依然散发着迷人的光芒 而且与老公一起站在一起的时候 甜蜜的样子让人看了都觉得羡慕 梁佩胡的演艺事业 虽然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就 但是她的人生并不只有这些 婚后的她过上了非常幸福的生活 而且还有着一个可爱的妓子 这个孩子是她跟随老公生活之后才得到的 虽然不是自己的骨肉 却有着同样的爱 相比起来 原本在娱乐圈当中耳目众多的梁佩胡 现在反而过上了自己比较平凡的生活 不过她觉得这样的生活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也是她想要的 所以在结婚之后 就选择了退隐 安心地守护自己的家庭 与爱人一起度过每一天 而如今的她 虽然已经不再是娱乐圈的一员了 但是大家对她的印象依然很深 尤其是在各种选秀节目当中 她曾经是不少选手的偶像 也是给予他们帮助与鼓励的 所以也有不少的粉丝 一直都很喜欢她 关注着她的近况 此次梁佩胡在结婚纪念日当天 晒出了庆祝的照片 网友们看到之后 也纷纷地送上了祝福 不仅是祝福她与老公的感情 可以一直走下去 也祝福她的家庭 可以一直幸福美满 还希望她的妓子 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 因为这个孩子的幸福 也是她非常在意的 结婚纪念日当天 梁佩胡收到了来自亲友们的祝福 最开心地莫过于此 而且能够有这么多人 在自己重要的日子里 为自己送上祝福 也是对他们 有着非常大的鼓励与帮助 让她觉得自己的生活 是如此的充实与幸福 也让她更加有信心 去迎接生活中的种种挑战 如今的梁佩胡 已经过了不惑之年 但是看起来 依然充满了朝气与活力 也是因为有了爱情与家庭的陪伴 让她的人生变得更加精彩 也希望她可以一直过上 幸福美满的生活 无忧无虑 笑容依旧灿烂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